最近我们注意到军事行动方面 有可能会出兵的就是在东海跟南海的议题了 但是在俄罗斯他可是针对乌克兰 他想要用兵 不过欧巴马最新的指示就是 B2轰炸机飞往欧洲 为什么要往欧洲呢 是要对于普丁下达一个强制力吗 还是说对普丁造成一个严重的压力呢 是 这是经过五角大厦证实 就是有两架美军的B2轰炸机 最先进的逆中轰炸机 然后已经进驻了英国 位于格洛斯特郡的一个 菲尔福德空军基地 那他进去干什么呢 其实通常B2都只在美军自己的基地 他说的很简单 他说我们只是很单纯的训练飞行 可是有这么单纯吗 因为你要知道在B2到 这个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之前的四天前 有三架B52也已经过去了 什么 B52 B52也过去了 三架也在英国了 是 B52是很有名的空中炸弹卡车 也是空中堡垒 那你把这么强大的兵力放在那边 会不会有点奇怪呢 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 B2这个东西是美国的最高科技 研究的结晶之一 所以以前为了怕泄密 美军通常B2只部署在美国本土 他不会轻易的部署在外面 也怕被人家卸肉机密 也怕被一些间谍刺探 那他这一次为什么会 特别把他部署到欧洲去了 虽然英国不是在欧洲本大陆上面 可他毕竟离欧洲非常非常近 他也是欧洲的国家之一 飞过跟英吉利海峡就进到欧洲内部了 所以俄罗斯当然对这个事情也非常感冒 因为这不表示怎么样 你是鉴质我俄罗斯吗 你想要对我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吗 那当然B2轰炸机他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其实他第一次出任务 就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时候 当时北约要轰炸塞尔维亚 你知道在整个战争期间 他们总共投了600多枚的JDAM 就是联合集中的弹药 那种是精灵炸弹 就直接很精准的炸塞尔维亚 当地的很多目标 600多枚那个造成的破坏力 非常非常强大 因为这把战争带入了两个新的境界 第一个境界就是 你知道B2除了炸药之外 他完全没有任何对空武装 所以如果有战斗机抓到他 他就死定了 但是问题是他居然能够 从头到尾这样子飞进去炸人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B2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 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那更何况你知道光一台B2 它可以载多少炸弹吗 在2003年居士演习的时候 它一台就可以载80枚JDAM 那一枚500磅 80枚JDAM 那它就可以锁定80个目标 精准的轰炸 所以它可以载4万磅的炸弹 你看那个存在量多可怕 而且它更厉害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它之前都布在美国本土 所以它就直接从美国本土 飞到欧洲去执行任务 来经过空中加油 飞越全世界各地 你知道它靠自己的油可以飞多远 飞多远 大概可以飞1万公里 它光个自己加买油 可以飞1万公里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以前的职业 那就不用部署到英国啦 对 你干嘛部署到英国去呢 这不是很诡异吗 所以这个我相信俄罗斯心里头 也非常纳闷 因为B2对美国来讲 它是非常指标性的一个东西 对 你要知道B2一台造价24亿美金 吓死人 对 这是目前人类战争武器里头 飞机来讲大概是最昂贵的 那一台造价24美金 所以连美国都不敢多造 它本来只造21架 然后又摔掉一架 现在只剩20架 那这种东西如果这个飞机 被敌军打下来的话 其实对美国来讲是很丢脸 对 所以美国一直保护它 保护很厉害 那它只有一次进行一个 比较冒险的攻击 是什么攻击 同样也是在1999年 克索沃战争的时候 当时不是有一台F127 也是第一弹逆中战机喔 本来也是号称没有人能够打下来 结果居然被南斯拉夫 用萨姆三型飞弹 直接把它轰下来了 轰下来之后据说 传说中那个残骸 好像被南斯拉夫军人拿给中国 那中国可能要据此来做研究 所以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B2它拥有全世界最精准的JDM 它居然去炸了中国的 南斯拉夫大使馆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如果你那么精准 你怎么会炸错呢 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因为那时候 有重要的机密在 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里面 所以当时的说法就是说 美军就是不愿意让F117的 这些科技的机密 被中国大陆拿走 所以才故意去轰炸 南斯拉夫大使馆 就是要毁尸灭基 让中国拿不到这个东西 当然这些都是揣测 可是呢我们大家也不要忘记 本来大家认为中国的空战 飞机的科技是比较落后的 它很多技术都像俄罗斯买的 甚至都引擎报告都要国外供应 可是你看它歼20 居然这么早就出来 比俄罗斯晚不了几年 对耶 你不会觉得它的逆中科技 好像一下进步很多吗 那到底它是不是从 当年掉下F117上面 得到了好处呢 当然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就让大家个人去自由新政 可是像B2这么样珍贵的一个 这么高科技的一个东西 美军要把它这么前进部署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B2的逆中逆中到什么地步吗 目前美军愿意对外公布的就是说 它至少小于0.1平方公尺 0.1平方公尺 对在雷达上显示 这么一点点的 一平方公尺差不多这么大而已 对不对 那看起来只像一只老鹰在天上飞 它只有那么大 看起来只有那么小一点点东西 那你在天空中 这么小一点东西 几乎等于是看不见 你知道包括T50 T50现在俄罗斯 正在研发中的逆中战机 它希望它未来 延自发成功之后 大概也不过就是0.1平方公尺 这样可是 所以就是说一架B2在上面 结果只有我们这一架 A4纸的一半的大小 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一架是一只小小的鸟 在天上飞一样 所以它基本上是很难被观察到 而且它还有红外线逆中 它还有那个阴波逆中 所以它各种逆中的科技都保留在那边 所以它美军是绝对不愿意 让B2被打下来 可是它把它部署的 现在离俄罗斯这么近 那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之间 又有这种纠纷 你知道最近美国 其实不止这个动作 它最近跟拉脱维亚还合作 在那边北约跟拉脱维亚 举行军演 英国 加拿大全部都来了 它的4700名官兵 还有800辆军车 你看步步进逼 就围着俄罗斯在那边做这些东西 那你说你只是飞行训练 你说只是协同作战吗 你说你是俄罗斯你会相信吗 所以俄罗斯现在也很干脆 我立刻在边境征兵 你劳美要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对干 看到最后谁会赢 美国现在是想重返太平洋 但是也想要深入到欧洲的内陆去 但是我们说到 这美国70年前的时候 诺曼帝登陆 这一仗打得可是非常的漂亮 而英国呢 他们为了庆祝诺诺曼帝登陆 70周年 所以派出了红舰特技小组 但是你别看这些特技小组的人员 他们在飞机上面 8机的力量还给人搞自拍 这个最近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皇家空军 为了庆祝诺曼帝登陆70年 就派出了英国皇家空军 颇复盛名的 红舰飞行特技表演队 远赴塞浦路斯的 阿克罗地理的空军基地 进行一场蓝天白云 非常漂亮美丽壮观的 空军飞行特技表演 我们知道 像这样的空军飞行特技 尤其是英国的皇家空军 红舰飞行特技队 很多人都习惯在地上 去看空中的飞行音资 这一次透过这个皇家空军 派出了随行摄影师 他把这个空军 在红舰飞行特技 空中的表演飞行的音资 刷那间全部捕捉下来 所以我说我们在地上 看空中的表演 那个是叫做外航的看门道 没什么稀奇 今天龙卷风节目 就带大家 各位观众 一起从空中 跟着看红舰飞行特技表演队 在空中的这个驾驶舱里面 遭遇了惊险一瞬间 等于我们 没他们看门道 把我们的这个视野 就直接放在驾驶舱里 你看到这个就是 红舰飞行他们的摄影师 整个全程拍摄下来 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你看每一架寮机 距离跟他这个 每一架寮机之间 几乎都是只有几公尺的距离 而且你注意一听 你可以在那个驾驶舱里面 这个飞行的画面当中 听到很清楚的声音 你听到比如说他们 3 2 1 也就是3 2 1 ROLLING 然后你看可以看到他们 立刻进行各种编队飞行 从紧密编队到这样子整个开花 然后到这样的一个 整个散开来 每一架跟每一架 他几乎都只有由一个掌机 他在发号口令 发号口令之后呢 他就听从那个口令的进行 所以你可以注意听到 他旁边那个瞬间那个飞行的画面 你都可以听到说 其他的辽机从他那个驾驶舱 这个舱门上面飞过去 你可以注意听到 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听到 整个飞行过去的时候 那个辽机 它过去那个整个 几乎要产生音爆的那一声音 然后引擎都听得一清二楚 但是你看他们的飞机时间的距离 连三公尺都不到 而且你可以听到感觉 你看就飞机有如 你在你面前呼啸而过 那个声音就近在直视 这个就是红箭飞行的 你知道他每一架飞机 我刚刚讲过说 距离非常只有几公尺的这个距离 很近 所以他们要量好每一次的这个距离 都是他每一次的飞行表演动作 都是精准算计过的 因为你必须算好你的航速 你必须算好你的距离 尤其是万一不精准的算好 有可能会造成飞机与飞机之间的相撞事故 甚至飞行动作之间不好看 而且可能会晕眩 所以即使红箭飞行特技表演队 它每一个这个成员都是身经百战 而且都是非常的优秀 在他们的飞行过程当中 它可以从超过时速 965公里这样子的速度 高速飞行 然后也可能也曾经从高空急速降到 这个大概只有30 离地面30多公尺的这样一个高度 你知道这样子急降 飞行员要承受至少8G的这个重力 你知道吗 这个在身上有多难过 这样的重力很容易让人晕眩 对 所以我刚才讲说 他们要精准算好彼此之间的一些距离 航速等等还有速度 这些全部都在掌握当中 要不然就是很容易晕眩 还有包括小则飞行动作难看 大则危险 飞机与飞机在相撞的时候 你没有算好那个timing 所以两机可能就可以相撞 所以英国红箭飞行特技表演队 它是属于英国皇家空军 从1964年成军到现在 全球知名 那到今天都还有很多 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直想要加入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个个都优秀 你怎么挑选 挑选的标准 今天英国皇家空军 红箭飞行特技表演队的飞行员 有9个人 他们其实总共有9架飞机 但是9个人后来他们编队到成立10个人 编队的那个输入是从 Rate 1到Rate 10 就是红1到红10 最后一个肯定是一个UQ 它有一个个人的状况 那要加入这9人的这个飞机 飞行特技表演 小组不简单 因为你必须有怎么样 第一个 你必须通过它的EQ情绪测验 你如果这个情绪的反应太毛躁 不稳定 性格不稳不能加入 第二个你必须通过IQ IQ当然不标准的话 你当然不能加入 第三个反应 你在空中飞行特技表演 你必须反应快 你看反应多快 变成一个爱心出来 整个在红箭特技 它就会设计很多花俏的动作 第四个你飞行次数 必须超过3000个小时以上 而红箭飞行特技小组 这9个 不管是9个 或是第10个后部队 它几乎每一个人 都是超过三年的时间 随对飞行表演这样的一个经验 而且英国皇家空军 军方为了他们 怕他们晕胸 特地制造一个反重力飞行装 给他们穿着 在表演特技飞行的时候 全身以免它的血液 集中在某一块 可以血液全身维持这个顺畅 所以其实你看红箭飞行特技 有它悠久的历史 当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出去表演就是看英国皇家空军的这个本领 红箭特技小组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记忆非常的高超 但是到了夏天时刻 小黑文出现在你旁边 小黑文记忆也高超 你打得到吗 我们教你一个peeple 让你绝对让小黑文一刀毙命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